當年的中秋在今後 大概有2、3、5月的時間 是關注民鄉定 航大地三葉的大月 這是受到疫情影響 沒辦法扮什麼大活動 造成今年 航大地三葉完全都沒有行李 驗證沒有來表示 就算要等到疫情開放後 要馬上回合過去的行李 控制也相當的困難 航大地是相當受到 大型華東歡迎的第13葉 但受到向他建議的影響 甚至華東聽班才是演技 向所有鄉宿航大地 勝利的信義兄不曾做人 在這段時間的收集中掛臨 三級警戒開始 我們真的 烤大豬真的是 真的是叫做零收入 我想烤大豬本來原本只是副業 但是我們約到五、六、七 暑假一直到中秋 這段的烤肉其實都很早就預約了 但是受到這個疫情的關係 都一個一個都取消 雖然現在比較近人數穩定減少 再來路由 以及商品華東也開始基盤 但業者表示 消費者和這是公司企業 要是對到疫情沒有更重要 航廳的三個夫這段 也早就找到其他的套路 他們做是要恢復 航大地的影響 強硬要是要等到疫情 完全在到控制以後 到年底可能還不會有很多的接單 因為雖然是解封之後 但是疫情還沒有完全控制 那外面的活動 廠商也不敢辦活動 比較重要就是人力 你這段時間都沒有考 或許有些師傅都會轉別的行業去 有些人會可能說工作 已經有工作就不願意來幫忙 我們這樣子也很難去接Case 雖然行大地 對著很多信用的布朗組織來說 大部分是富裕 但當初是所謂行地氣固和設備 也開後不夠錢 尤其在中秋節的大月 沒有這份收集 對生活也比較是三省影響 記者今天差不多